今天是第五届加州大地震年度演習日 也是全世界規模最大地震演習活動 中繼在全加州有超過910萬人參與演習 洛杉磯則選在人潮密集的中央車站 進行民眾在車站等車時適當躲避 於從列車上安全撤離的示範 希望藉由逼真的地震情境模擬 提醒所有人要隨時做好地震應變準備 美國地質調查局預估 如果南加州聖安德烈斯斷層 發生瑞士規模7.8或以上的地震 將造成約2000人死亡 上萬人受傷 與20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比1994年1月17日發生的北嶺大地震的破壞 還要嚴重50倍 因此人口密集的大洛杉磯地區 應該要隨時做好地震應變措施 我們有美國美國的最好的警方 我們與所有的公司在這裡都很精彩 記住 美國的大洛杉磯 開始了這裡 跟大洛杉磯的大洛杉磯 所有人都必須有水和食物 一段時間 至少七天 我們也在這裡發展早期的警告 所以我們在美國美國美國的準備好 今天在洛杉磯有290萬人 呈現有92萬6千人參與加州大地震演習 在搖晃的時間內 練習蹲下 躲避與等待一分鐘的地震應變程序 而每天人潮川流不息的中央車站 在站內與列車上都已經做好萬全準備 在地底下的話 設備裡面其實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為他們蓋的軌道都很強 所以發生地震的時候是跟地一起動 所以就比較不會感覺到 很多人在地底下都不會感覺到有地震 如果是在上面的話 我們都有準備 司機都有被訓練過 然後都會跟大家傳播說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不用緊張 雖然今天中央車站在進行地震演習時 許多搭車民眾都不清楚狀況 但是參與防震宣導的官員仍舊努力示範 希望喚醒民眾防震意識 地震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而在發生當下 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身在何處都要保持冷靜 剛才你看到的是摩尼瑞士規模7.2級的地震 但要記得不管地震的強度為何 最重要的就是要像我剛才一樣 立刻的蹲下 然後保護你的頭部 讓自己能夠安全的度過 等待地震的結束 水八台新聞 陳陳劉怡君 在Union Station的採訪報導